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降雨充沛的地区也会严重缺水 是因为水资源与世界的工业经济发展 有着交互影响的作用 水是生命之源 给地球万物带来了延续生命的条件 虽然地球上的水占比超过七成 但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淡水 却只占了其中的2.5% 如今海底面临不断升高的温度 让路上的淡水加速消耗 近几年各地出现了极端天气 暴雨洪灾 事件频传 这些明明也都是淡水 为什么没有办法去解决旱象呢 过去就有研究估算 气温只要每增加一度 大气中的水含量就会增加7% 雨量会增加2% 也就是说过去一周蒸发1万吨的水 就会下雨 但是全球暖化 大气能存储的水就变多了 两周能抓住2万吨的水 所以当无法附和这雨一下下来 随随便便都会是暴雨等级 雨量大加速了流进海洋的速度 所以保存起来就会更难 像是2015年上半年 台湾就遭遇了60多年来的严重干旱 8月苏迪勒台风带来了惊人的雨量 但是因为石门水库一时无法承载 所以三天就泄洪泄掉了一座水库的水量 另外一方面高温也让地表水蒸发加快 2003年到2019年 全球陆地的增散量就增加了一成 科学家追踪过去28年 全球近2000个湖泊还有水库 53%的水量减少了 一年就损失了21.5兆公升的淡水资源 最明显的就是中亚咸海 中东四海以及阿富汗 埃及 蒙古 湖泊 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当中 科学期刊中也提到 全球有25%的人以湖而居 当气候变迁 全球会有三分之一的陆地 会在2100年之前爆出中度以上的干旱 这将威胁20亿元 台湾的雨多不缺水 但是短延时的强降雨加速了疫情的因素 导致雨多 但是这个水是留不住的 因此要解决这样子的旱象 我们就不能只期待一场雨 不少国家开发了很多的多元蓄水资源 来兴建海水淡化场 来提高废水以及海水的利用 借此来增加供水量 但是人口不断的成长 加上气候变迁 未来全球干旱的时间将越来越长 想要靠科技来达到呼风唤雨 还有一段距离 我们先从企业到个人的开源节流 避免非必要的用水做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